这一盘如果说选择时光的话 跟上一局的打法 还会变得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上路是一个强势线 跟铁南 铁南上一局是一个误开的法育 但是这一盘 熊是要打出来优势的 然后中路的话 是一个起到功能型效果的英雄 也没有办法在前期 起到一个比较好的那种 辅助野区以及推陷的效果 所以他们的节奏会比上一局 可能在中野这一方面会慢一点点 而且我是感觉 这首沙皇直接给EDG的话 让他们这个阵容就齐全了呀 那确实 对吧 要输出有输出 然后要前期 要中期有中期 要后期有后期 没有怎么呈现出来过 我们刚才说的combo 但是它确实是存在了 对 期待一下 好 进入到召唤师峡谷 两边的第二局对抗 上局是由Dominus拿到比赛胜利 这一盘的话 两边是换方 蓝色方EDG 红色方Dominus 而也是做了一定的改动 虽然两边的阵容和上一局 大同小异 但关键的CV上面是有改动的 就是如十一所说 推拉拿了一个自己爱玩 自己擅长玩的英雄 手练度高的 对吧 可以操作一下 这个英雄就看你丢的技能准不准了 没有波谷 不会过去 没有波峰 不会来临 这 现在这个话越来越文艺了 是的 他在我们的就上校给到的 他可能在中期的时候会更看好EDG的阵容 感觉他全程都是看好EDG的 我个人的话也是觉得EDG这边要阵容更全面一点 主要是EDG这阵容 它是一个从前期到后期曲线非常平滑的 每一个区间都有特别厉害的英雄在 对啊 就 Dominus但是放出来一定也有自己的一个道理吧 他们是故意放给对面的 可能是有设计过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即时符文选择上面确实在面对着这种坦克上单的时候 一般狗熊都是会选择打一个强攻的 时光这一盘带的是一个爱理 他可能还是想要打一下 微微的打一下线上 然后Scout的话 因为对线的是时光老头 他可能想消耗住你 让你没有机会可以去配上队友游走 是的 奥数彗星带出来 双方的打野都是选择在上半区开 那么下落双人组全部上线 这下落双人组还是老对线组合了 但是这一波勾勾到的是对方的ADC 但是BBT这边伤害呢 全是打在辅助身上 这波换血 还是EDC这边小赚一些 但是徐宾后面有断破可以回血 爱理 然后把力流气带超人 已经落下来了 这波盖到了之后 奥迪血量非常的低 因为车里子抢了个二级 直接打了一套 这就是狗熊的魅力 我看了一下 我记得他一技能是叫P天立地 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记得好像叫这个 技能名字有点中二 刚才下落的话 其实辅助是蛮细极的 大家在自己玩的时候 也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说你在打辅助的时候 AD第一时间被勾了的话 你就走到他的前面 尤其是对面是EZ的时候 这种换血的话 你的AD被勾到了 直接反手去打 一般不会亏 主要是是个EZ 如果是个别的东西 勾到ADC 可能这波直接 他可以穿过你去打ADC 直接要交点燃 要杀了 小鹏已经是听到了杰杰的位置 这一波野区里面 应该是可以叫自己的队友 率先赶过来 但是对面也走过来了 所以避免声势 直接放掉了 好像 Scott要被逼闪 其实我感觉这波 不用往这靠的 因为他中路推线 下路双阳组推线 这个篮是完全可以 无伤反掉的 对面中下都过不来的 这个篮buff挺贵的 交了个闪 虽然是中单的闪现 那沙皇这一盘 因为带的是一个TP 不是净化 所以在交掉闪现之后 应该不太敢 把兵线带出去了 时光在后面的 一段时间 会比较好的 拿到自己的线圈 就这个闪交的 还挺关键的 他本身前面 要一直压制住 推纳这里的 现在没闪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而且小鹏会过来找机会 身上没蓝了 可能这波清完之后 也是双方要选择TP上线 打一下 也许现在 盲僧的位置 是在下半区的 然后雷克赛在上半区 上路 兵线压的比较深 奥迪这个位置 应该也 你应该前期不会去想要 跃一个奥恩的塔 这是比较难的 对 但是这波 劈天立地 又是消耗了一下奥迪的血线 然后杰杰来到下路这波 当那次是下路双手 推线的一勾 勾到的是锤石 灯笼拉了一下 摆了一手没摆过去 那双方 周路想要去顶起 顶起了之后 血量已经很低了 最后一发炸弹炸出来了之后 直接把人头给收下 来了 蝴蝶效应 上一波闪现 招的太亏 这波直接被找到机会 而且被推落线 不过这波有TP TP上线 还可以吧 这波有八个兵 八个兵不踢过来的话 太亏了 看一下 两枚炸弹直接炸住 再让你损失一个 哇 这一波有点难受啊 上线还被消耗了一套 Scout很伤 这个蝴蝶效应就是 最初的一步 是打野去反蓝 然后导致了 中路被抓掉医学 经典钻隧道 蓝色方刚才 其实对下路的一个进攻 杰杰也是 把握的时机比较好 泰坦的钩子也比较精准 但是垂石做的比较到位 他是第一时间 先给你登陆 把AD接过去了之后 在反手厄运中 把AD交治疗 加速往回撤 读书了 推拉这波 身上已经有两层了 你就吓我一跳 原来是一个戒指 戒指 早就出了 戒指 看一下 第一视角 先是一技能减速之后 再套一个Q 然后雷克赛闪顶 最后是炸弹炸死的时候 拿下了一血 主要他没法走位了 就第一个Q虽然没中 但是你减速了之后 其实也逼得你 没有地方可走 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助到雷克赛 比较精准的去 给控制 退无可退的时候 雷克赛给到的输出 就根本没有办法去避免 来 怀疑颜色 大招直接推回来 但是红色方 这个时间点 是有一个TP落下来 能不能够留住人 反手一勾 勾到了 那上方这个位置 还是要死 人头给到谁 人头是给到了打野 狗熊的及时支援 让这一波是打了一个 一换一 中单换中单 这波主要是 Squad卡了一波 自己先到六的一个时机 推了如果这波 有大招的话 我感觉 EDG可能出事了 因为Dominus 这里先支援的 但是他正好是五级 不过这波 打完了之后 Dominus顺势 把第一条小龙 给收一下 应该是抢不了了 EDG这里 对啊 就走过来看看吧 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 下了双人组 没法抢 勾过来了 还想打 河蟹不想给你 看在这里先打Mako Mako上挂了个点燃之后 勾强拉开身位 但是后续还是被 时宾的一发飞刀 给收下人头 哇 好像 一个河蟹 又是成为了诱饵 这波打完了之后 我们看到红色方 除了上单之后 人均有人头 啊 辅助也没有 而人头又给到 双C和打野 前期又让 扼费刘斯很舒适啊 这个人头分配 怎么说呢 就是让他们前期 需要发力的几个人 全部都有收获 对 因为雷克赛 其实前面的一个 作战能力 还是很强的 人头给到他前期 他也能秒人的 一勾这里是勾到了一个AD 但是反手的DL 已经就到了非常安全的距离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垂时相较与泰坦来说 更适合二位飞飞刘斯 这个英雄 对吧 如果 拍住 接一技能 拉下来了之后 W开起来 上去咬 这里血量已经打到很低的 大招砸出去 只剩下一点点血量 但是反手的大招 并没有能够撞起来 因为 这里红色方打野已经钻地进入 但是这边无路可退了 没兵线 好难受啊 上杰杰拿到了一波杀档 与此同时 Squad也在往上路赶 中端这位置有点尴尬 这波反向逃跑 泰坦在 泰坦在追他 但是 送塔 没送掉 送不了塔 其实我感觉他可以再迂回一下 跑得飞快 或者是我的话 这个时间点 我会选择走进野区 把人都送给辅助 我也会往下玩去走的 可能 可能扛塔的话 也扛不住吧 两下塔直接打死了 杰杰选择 过来把先锋给动掉 八分钟的时间 我们看到上边 雷克赛已经赶过来了 而且旁边垂石 加上熊 都已经过来了 这是一波 这打起来的话 四打四了 有可能打成 先反手勾 勾完了之后接顶 顶起来 泰坦瞬间消失 但是撞得还不错 撞起来之后 一发一碎的效果 直接把打野给收掉了 但是 推了也来了 这波 Dominus 没有选择直接去动 那这波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挺亏吧 因为下路 EZ是把兵线给带过去了 下路双人组 还过来支援了一波 先锋也作罢了 两边都没有办法继续打 蓝色方 聘了一下信号 但是雷克赛 这个时间点已经复活了 如果说继续动的话 上野还是可以配合去打的 虽然熊没有大招 但是我们看到奥恩其实也是没有大招的 那其实刚才中路的一个回放的话 是 Score的又是直接 ER推回来之后 把红色方有想法 这个时间点 垂时再往上半区走 但是泰坦也到了 来不来得及呢 红色方 好像来不及 那垂时又回去了 想要让徐兵可以在下路吃掉经济 让你BBD不敢过来 你霞五先锋给你 但是我下路的资源要全部吃到 顺利拿到霞五先锋 下路肚层已经是吃了个盆满波满 只剩最后两层了 下条龙刷新的时间段 ATG是手握下五先锋的 熊现在已经做出来两项了 刚刚那一波上路的一换一 我们已经看得出来 熊他在solo的能力上有多强 直接追这个奥恩排成残血 奥迪是直接裸个小凡甲出来 一方面防你回血 另一方面的话 自己有两个锁子甲 再也能够加一点点护甲 我怎么看这俩上单的样子 这么想笑呢 就奥恩也是这个姿势 熊也是这个姿势 大摇大摆 都比较憨憨 帮忙升一下级 时光老头的经验 其实是比较低的 那个数值 他会有一个储存上限 然后储存到上限了之后 他就不会再涨了 但是我还是把我能给你的 都给你了 也没办法 毕竟是一个技能 亲近所有的爱 你不懂 下路随时回家补完了之后 现在是五速鞋 上一盘两边的辅助 做的都是三速鞋 这一盘的话 随时直接五速鞋出来 想去跑一下节奏 可是我们要熊小弟兄 看到车离子这波上路 推了线之后 已经在网季的 队友那边靠了 龙还有十秒钟的一个时间刷新 现在Dominus下路 还可以再推一波线 此时此刻整个红色方 已经站住了整个龙坑的一个视野 奥迪这一波是有TP的 下半区中路叫出来先锋 然后去逼近 你这边不过来回防的话 那我就继续推 但是龙肯定是放掉了 那Dominus是选择了一波 互换 给你吃杜层 上中两路的杜层 就强行拿下了第二条龙 但是这个龙拿的 确实放的肚层有点多 中路借狭舞先锋推肚层 上路的话 因为人员放空 导致奥迪这里 可以非常开心地吃肚层 车离子再腿就回来 腿就回来 已经自己消失掉两波兵了 这个皮肤真的好 好可爱 这个皮肤就 来了爬到上路 打野就在旁边 已经是被听到了 但是一个视野也查出来 对对面打野的位置 下路怎么说 下路挡了个探号 这波想过来抓车离子 但是对方小鹏已经在反蹲了 看一下天线正落 直接落下 第一时间的话 杨来撞撞的是车离子 双方TP同时亮起 杰杰这一波 直接把团盘踢走之后 大招过来再挖 杰杰还是走不掉 但是TP下了一个scord 先对着小鹏一顿 猛戳奥迪叫出一个闪现 就双方各自拉开 有点追不上了 沙皇这里虽然说是有闪有大的 但是不太可猛猛然地往前走 看一下 时光被戳了几下 戳成了残血 不过红色方好像有点想法 这里雷克在 但是没人可以跟 闪现过来给了个大招 一技能过来车离子先倒 后续再一个 两个炸弹晕住 不过没有伤害了 这一波红色方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一个接一个 还剩下最后一个打野 诶 怎么说 血量很低 先立出来一个杀兵 但是走位给躲开了 虽然说下路也在打 上路炸弧击杀掉 最后一个达到三杀 而下路怎么说 过来的话 应该是可以击杀掉Mako 走位没能够躲掉这发青灰夜宁 这上路本来 我感觉他们没有配合好 可能他们是想说你之前的那个脸招 就炸弹给到身上 雷克再进去顶 或者说大招给到之后上去 但是伤害其实没跟上了 而且脱节的还有点远 这隔了有十万八千里吧 首先是战位不好 另外的话 沙皇是满状态全技能的 这就导致了在后续的追击过程当中 你其他的人 即使有一个时光的大招 能够把人揽回来 但伤害不够 对啊 而且血量也不够 熊熊也没有角度可以去跟 看这个他四只脚在地上爬过去之后 形势不对又回来的时候 已经走不掉了 落入了这个猎人的圈套当中 狗熊的异技能在离得比较近的时候 中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离得很远 他想要预判下去的话 会比较容易躲开 刚才其实第一时间 因为我们刚刚看的回放 是看的第二段回放 第一段回放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到 狗熊是很细节的 用自己的大招躲了 奥恩的撞 奥恩没有把他撞起来 就导致了 芒僧没有办法直接跟 而且芒僧在过来的路上 是为了一个赛顶起来了 所以第一时间 其实即使是一个2v2 但是红色方是把该躲的技能 以及该打蛋的技能 全部都做到了 肚层的一个情况 一定是这边还是多吃力点在中上 现在下一条龙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刷新 双方也是进行了一波换线 由双人路站中 进行兵线的一个争夺 对于Dominus来说 他们中路的一个防御塔 血量不是很健康 包括上路也是 所以兵线的一个压力有点大 下路时光老头在推 上路轮空了呀 这边让Squad直接平推了 以及霞午先锋也快刷新了 我感觉一地去这波霞午先锋 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刚刚那一波的影响 就是直接打到中期的时候 大哥换了 前面的话 你要说大哥可能是红色方的AD 但是打到这个时间 一波三杀到手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方的沙皇 现在5-2-1的战绩 身上600的赏金 反手一推推回来了之后 大招再砸回来 砸回来 芒僧赶到的时候 Q技能直接被狗熊的闪现给躲开了 但是这一波感觉双方还要再继续打 红色方这里给了个加速之后 想要来留Mako 但是TP直接亮起 这边想要选择撤退 这一Q是Q到徐斌 这也想要过来踢 但是徐斌直接教授自己个闪击时候 拉开是因为反身是把杰杰给杀掉了 而在正面也交出了自己的一个复活推来的 第一时间并没有死 徐斌拿下了一个踏杀特杀 后续还在继续消耗 金灰燕尼再炸一下 是把沙皇给炸死了 营燕的大招是直接喷射开来 收掉了残水的沙皇还在继续追 Q技能减速不到 来了警车直接响起 过来要留人 奥迪再拉开之后 双方应该是不会再继续争斗了 但是这个峡谷先锋 是可以由Dominus成功收下 是的 这一发一技能的金雷 并没有能够拍中 有一技能的EZ 反手还有23秒的时间 风龙就要刷新了 不敢打了 本场第三条小龙 状态不好 想要去拿即将刷新的第三条龙 对于他们而言 能够拿到第三条元素龙 肯定是比侠五先锋更赚一些的 毕竟那是个投资 这时间回家了 再过去看一下时间来不来得及 还有7秒钟刷新了 这波打得还蛮惊险的 也是厄维罗斯的武器 好 杨第一时间撞 先把推拉撞起来 推拉有一个大招在 拈起来了 Miko把技能放上去了 控制技能打齐了 但是自己的血量很低 所以直接死在人堆里面 而这个时间点 后排的双C 因为被一个 就是大招起身的时光给挡住了 导致他没有办法向前去输出 所以两波控制有点可惜了 这波米苏可以想上来拉一下 但是被打得很残 而且感觉死了呀 大招一推收掉人头 这波上前的途中是被消耗的有点残 再接了EZ一个大 那东西还要再继续 真吗 正面已经少人的一个情况下 强行要过来留 这波伤害打得还不错 想要过来挖奥迪 先把奥迪收下 同时华车里子正面进场 开的是杰杰杰杰杰杰杰 这个位置也非常危险 魔眼拉出身位之后 在正面的一个徐斌一锦 无人可挡的BPD也走不掉 这波拿到了一波Triple Kill 没有人碰得到恶斐刘斯呀 这恶斐刘斯就一直在打输出 而且这波的武器也还可以 营艳加罪名 它是又有控制又有AOE 都打齐了 虽然罪名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作战工具 但是配合营艳的时候还不错 对 这是机会抓的是真好 真敢打呀 是觉得时光有一个大招 进去先卖 然后让徐斌在后面输出 嗯 BDG其实没找到什么角度 可以去开徐斌的 刚才的话 Stold的身上也没有大招 再加上狗熊的位置 其实蛮不错的 当时 对 18分钟 现在红色方 DMS是领先了 小四千 三千多 而且两条小龙在的话 他们在后面去竞争龙魂 也会更有利一些 这个时间点 7-0的AD 也是无人口的 看一下狗熊进场 后排 后排这个 双C真的就没有人碰的 对 就奥迪进场 其实是小鹏在前面挡着的 就徐斌根本没有吃到任何控制 嗯 BBD后面进场了之后 想要去杀徐斌 但是技能都被别人挡掉了 而且BBD被证明给控到了 就少攻击了一会儿 伤害也没能打出来 但是这一波怎么回事啊 这是猜到了你在这里吗 看了 对了两个人 但是对方也不依不饶 给出了一个大刀 就发现伤害不在一个层面上啊兄弟 Skord这里是七颗人头在手 这波攻斗有点厉害啊 本来是在草里蹲的 但是反手蹲到了 这里看一下顶起 顶起了之后 接锤车的钩 但是锤车的钩子 稍微歪了点 这草里有眼吗 我没有看到前一后果 感觉可以对方看一下 被看到了 自制带反蹲的 对 这Skord是直接去草里面 感觉是盲大了两个人 估计是知道对方在那里 但也是打了一个人头的互换 哇 那这波Dominus又很亏啊 上路想要抓人不成 反被杀 中路防御塔还告破 现在塔术的话 ETG是有一个领先 看一下 从这走的时候 三角草是被看到了 然后正面进去了之后 Skord是一个盲猜 盲猜你在这里走进来 但说实话 你在三角草丛 看到有人经过 也不敢直接动得开的 他应该是只看到了一个吧 对啊 这波还是挺秀的 说实话 就嗅觉灵敏 是 而且你怎么知道 他就在这个草丛呢 那可能在别的地方呢 或者说他只是路过 所以说这波Skord 还是很敢开 一个职业选手的嗅觉 这波上个top 没什么问题吧 来了 碰一下 是一个大肉就算了 现在厄斐流斯 厄斐流斯这一盘是 没做绿叉的 直接把火炮给摸了出来 觉得没什么 做绿叉的必要吗 也没人能摸到他 蓝色王切后排的人 确实不是特别的多 主要有个沙皇手太长了 你得补掉这个火炮出来 对的 反正没法 可能还没碰到对面的 就已经被戳残了 哇 上校这个曲线 所有曲线最终都将指向胜负 这话怎么 听着好像挺哲学 但是又好像 而上校又给到了经典的 三七开 上校出手这个结局 就不好说了呀 看一看吧 现在几点 6点55 到点了兄弟们 6点55 到点了 然后6点55分的时候 上校给了一个 三七开的数据 其实之前的话 确实有一段时间 三七开蛮玄学的 但是有一说一 这一把打到现在为止的话 就我觉得没有到 三七开那么夸张 对呀 没有到三七开那么夸张 而且他帽子就快了 在路上了 他现在伤害很高 而且蓝色方的阵容 确实打到30分钟的时候 EZ你即使没有优势 他也是有用的 对 EZ现在磨切也刷出来了嘛 而且他现在其实 也给Dominus这边脆皮 杀伤力很大的 厄斐流斯 现在虽然说有7-0 但是他身上是没有防装的 所以他不能被开到 垂石要做好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保护 再加上他自己 要找特别好的位置 推辣也得看着点嘛 对 推辣要给大招了 对好 这一盘有推辣的大招在 那可能容促率还会再高一点 EDG现在不好打的话 大概应该是个 六四 你觉得 没有三七那么夸张 我觉得 然后现在小龙还有 半分钟的时间刷新 但是我们这个是凭直觉 然后上校给的是 根据真实数据的 是 他会比较理性客观一些 人的情愫在里面 排一下视野 这个时间点的话 重心点应该是在上半区了 蓝色方在上半区集结 中路放一个 EZ的手线 推辣要被抓了 这边预判了一下 推辣走的一个位置 但是推辣是回头了一下 推辣 但是这里应该也走不掉了 三个人要抓 这波三个人抓吗 但是这波抓人的话 红色方是可以直接带下塔的同时 把小龙给拿掉 而且中路还把兵线给带进去了 上路的话 峡谷先锋 因为有一波兵线给卡住了 也没有办法直接去撞塔 他们想要让SkordTP出来 直接抓龙 那这个23分钟的话 要不要考虑一下呢 TP到中路来 有沙皇的话 打的速度是够的 但是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大招直接给上 徐斌一个位置 反身被泰坦再勾到 交出自己一个闪现 位置还相对比较安全 在后方车离子直接TP过来 想要断路 而且小鹏也在 但是小鹏这个位置 和自己的队友有一点脱节呀 这里被Mepo勾到之后 BVD直接杀掉了打野 那这样可以 直接来动这个大龙了呀 看一下他们怎么选 刚Mepo有点可惜的是 他闪现 想要过来直接勾 是没有闪过墙 导致了他在闪现过来勾的时候 AD已经走远了 不敢直接开 还在蹲 这边Dominus中路已经TP过来了 直接开的话有点冒险 还在蹲 还在蹲 双方 蹲不住了 想要打 拼这个心理战了 尝试打一下 打的速度 应该 先把中路的蹲践送进去 然后奥菲罗斯赶过来 奥迪在侧翼 是不是发现 打龙快没龙 还有1500血 1000血 先看一下正面龙怎么说 龙是没有人管的 然后杀黄这一波 今天闪现过去推到了三个人 但是正面徐斌的话已经是杀疯了 拿下了三杀 这一波BBD最后火了下来 还在继续地做纠缠 看一下车里子没拦了 没拦了这个地方 做一个一为一的缠斗 没有能够打过BBD 最后是由EDG拿龙之后 再拿下团战的胜利 这一波绝了呀 双方AD控成最大赢家 全部是三杀结尾 是的 而且奥菲罗斯这一波是有赢验的嘛 他的AOE其实打得蛮高的 看一下 因为红色方第一时间开的是沙皇 但是沙皇有一个小金人 直接把第一波的技能给规避掉了之后 开了一个闪现大 开得太好了 即使自己最后是死掉了 但是控制移伤还其实打齐了 是 然后推了这个大赢 第一时间是救了一下士兵 但是起身还是被收掉 主要还是他上波被逼了个闪现嘛 如果这波有闪现的话 我觉得EDG确实可能不太好打 而且他那个位置 正好是想躲这个奥迪的技能 然后Skort借势就去推了一波 开得也很果断 这就是沙皇的正确打开方式嘛 即使是在非常关键的时间 他只要有精神 他就可以秀 这个英雄的魅力就在于此 两分半的时间刷新第四条龙 但是还是要说 这一局和第一局一样的问题在于 Dumbness三条龙了 那么EDG即使他赢下一波团战 拿到大龙 他还是要面临着这个龙魂团 现在小龙太重要了 要看双C的一个发挥来 EDG这个样 帽子有了 这一盘跟上盘不一样 这盘他们发挥空间很大 而且有一个奥恩后续可以持续给到 这个装备的一个加持 现在已经是一个究极大帽子 加强过了 推回来 又推到了 但是隔壁有一个小龙 而且正面的话 打得过吗 问题是 打得过 挖死了 钻出来了 差一点 我感觉还挺悬的 然后正面中路也在推 这波出了大问题 拿了大龙车被反推 这波以为是一个人 但是没想到在反蹲 杀龙继续在带线 而此时中路的话 我们看到中路防御台 已经被点掉了 正面缺少沙皇的话 蓝色弯还会面临一个 倾线能力不足的问题 不过还好 红色方的话状态不是特别好 直接选择车退 下一条龙 还有一分多钟时间就要刷新 Dominus还是比较想着去控制下 自己的龙魂的 厄斐流斯真的不做防御招吗 他现在四件输出装 太夸张了 四件输出装的 AD还是厄斐流斯 很少见的 是 再加上对方一个先手 其实还挺多的 要不要考虑 做个什么水银之类的 毕竟对面的控制还是挺足的 可能考虑到有时光吧 无所畏惧 大剑 那这个大剑 他也不一定是做春歌的 讲道理 因为一般做春歌 他可能低剑不会摸大剑 也可能钱刚好够 可能是银血 可能是复活甲 不过我身旁有保镖 你呢 他这个不仅有保镖 还有一个能救命的 还有有保镖 还有警察呢 这是最牛的 一勾没勾到 车里子和小鹏 在视野盲区 这个视野还可以 先站住了位置 还有十秒钟刷新龙魂 这一盘的龙魂的话 是风龙魂 风龙魂能够帮助他们走位 其实对EDG来说 沙皇是很讨厌看到这个龙魂的 沙皇直接中路TP 龙刷了 Domis选择直接打 有折镜 打龙一个速度特别快 已经放了一个科学的甜美气息 在旁边 风路 姐姐想要下去抢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龙已经被拿下 Domis还想要继续追人吗 这个时间立了一个墙 沙皇 沙兵在这一放的话 应该不太敢 直接从正面走过来 但是清晖夜宁打到了 逼退了沙皇 那这一波的话 EDG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想防守 但是走到这个位置了 发现不太好抢 但是上路 因为Skord刚才把 上路的兵线带过去之后 是由小兵把二塔给拔除掉了 推了应该是在做女标吧 我们的本场的赛场之星 梅塞斯奔驰的预测给到的是小鹏和徐斌 但是看战绩来说的话 如果真的是红色方赢 这个MVP应该是AD的 是 数据说话 现在Dominus的上野 全部是补了一手小秒表出来 所以说下波团开起来的话 EDG要非常小心 对方有秒表 又有时光大招的情况下 有可能第一波只是一个陷阱 但是下一波的话 红色方的容错率其实还挺高的 上野两秒表 然后中路 因为有时光 让他本来 本身的话 自己的资质是比较肉的 辅助有一个实际管石板甲 再加上中单大招 在下一波里面 有两手选择 要么给进场的人 要不然的话保一顶 蓝色方要怎么开呢 沙皇如果说能推回来的话 蓝色方有两个开团呢 有羊有泰坦呢 怎么说还是有机会吧 想开是完全可以开的 问题是第一波 开肯定是会被对方的技能给化解掉的 所以后续能不能够找好角度就比较关键了 因为一旦你让这边起身 拉开距离之后 可能徐斌就没有人可以去管到了 因为1DG这边是没什么点控的 他们就是大招嘛 大招流 交完了之后就没了 是的 AD拿了个红buff 这波看推拉不在正面 1DG往前压了一下 但是推拉身上是有TP的 现在Dominus开始利用兵线 给到1DG这边压力 时光的跑足速度还是很快的 对 你1DG如果去跟对方去对待的话 是在不了的 而且前面发现就是 其实你杀几波推拉也 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了 大龙应该是可以直接打 这波直接动 直接动比你过来 打的速度很快的 门外的眼已经看到了 这里又一个漏点 红色风 大龙的速度很快 一走这里直接勾到沙皇了 Squad的原地叫出自一个金声 同时的杨叫唤出来 但是这个车离子 大家有点砸走了呀 没有压到对方的一个起身 Squad的第一次并没有能够 吃到这个大招的伤害 同时小鹏一滴血 身上还有一个时光的复活 徐斌输出又无人可挡了 闪现上来直接跟BBD互点 那这一波 哇 这一波 BDG溃败了 AD的互点是由 厄斐流斯拿下胜利 两边 可以一波了 打到这个时间点的差距 确实是有点大的 31分钟一波大龙团 虽然没拿大龙 但是Domials拿下团战的 大胜之后 可以一波终结掉比赛了 门牙推掉 我们也可以恭喜Dominus 在前面经历了小场的一个 十年败之后 达到自己的第一个小场的胜利 在上一个BO3 而在这个BO3 他们是以2比0的姿态 拿下比赛的胜利 是 看来 5点让ETG去打 不太行啊导演 你在先交一个精神 又闪现拉开位置的 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内 其实已经是让 厄斐流斯非常无伤地在输出了 对的 厄斐流斯这一盘人头 是有超过10个的 在前期拿到了 巨好无比的发育 而且他第一局 其实打得也很好 可能在前面几波交战当中 是比较隐身 但是后面的每一波团战 他都是打出了爆炸输出的 所以我现在在 我们看到了 就屏幕上面 给到的这个BP的一个画面嘛 选到了蓝色方的ETG 是没有能够利用 这个优先选择 去抢下厄斐流斯这个点 也是后面可以去 好好地再复盘研究一下吧 就其实他们在红色方的时候 也是选择了拿的奥恩嘛 那奥恩这个优先级 我感觉是没有厄斐流斯来得高的 是的 因为他是 就比较容易被其他英雄所替代的 而且奥恩他本来不是一个 成体系的英雄嘛 但是现在AD是需要抢 并且拿到了之后一定成体系的 比如说你拿卡里斯塔 然后你拿EZ 或者说你拿厄斐流斯之后 要怎么去打 BBD的话 之前在上一个BO3当中登场的时候 他有三场两场使用的厄斐流斯 所以我也蛮奇怪的 为什么这个BO3当中 他们是就比较偏好于去 拿EZ这个点 而且一般来说 我们最近看到选到EZ的队伍 可能他其实是想玩EZ猫奥拉夫 这样的一个体系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比较清楚 捷捷个人的一个喜好 是会选到瞎子这个英雄 所以整体上面而言的话 并没有能够 就是把EZ这个点给发挥出来 其实第一把和第二把都是 等到他两件套成型那个时期 也不是他能够统治战局的时候了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赛后的整体数据 这一盘相对于上一盘来说 时间是缩短了一些 31分36秒结束的 而且整体的输出的话 我们看到 Scott确实打了很高的伤害 对 他这把其实已经玩得很不错了 就他几波 在他第一波就交出闪现 被抓死一波之后 并没有因此而被对方滚大雪球 而是频繁地在找机会 在编路 以及他的预判 他的这个嗅觉 都给我们看到 他不愧是整个职业生涯当中 最爱用沙皇这个英雄 是用了52场63.5的 胜率是在这一把之前 那现在的话 胜率又是再提高了一步 他这场的伤害转化率 胜率没有提高 不好意思 我说他这场伤害转化率 应该是很高的 就他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熟练度是很高的 而且也打出了 这个英雄的一个特性 但是也要说 中间有一波是他选择的失误吧 就是拿到大龙 本来他们是应该推进的步伐 但是没有那么选择 他直接在上路 进行一个单人的solo 导致对面支援过来的时候 把他杀掉了 那一波断节奏断得非常严重 但是推拉说 难道我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任你戏弄吗 其实这一次 已经不再是我一个人了 突然煽情了 太煽了 这波是红色方的 应该说 微操都已经做到了 就是该躲的技能 该打断的技能全部做到 但是思想出了问题 他们想追 这波我是没看懂 想追导致scout收了一个三杀 然后中期的时候爆肥无比 这就很奇怪 一个是他们伤害不够 第二个是控制衔接不上 第三个是血量很差 但是强行去打了一波 这波也是徐斌的一个无伤输出 那其实双方的一个C位 都是位置还挺安全的 但是在这种狭小地带 对于时光这样的英雄来说 还是比较好发挥的嘛 为什么厄斐流斯感觉 他每次打盘的时候都有云烟 他这个装备控制的也太好了吧 一个成功的厄斐流斯使用者 是一定会控枪的 对啊 控枪太猛了 这波也挺秀的 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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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这位置 他是交闪线 交闪线推 这波也很帅 然后推过来了之后 EZ没有人管 这是本来是真的EDG反扑的一波 在大烈士的情况之下 拿到大龙拿下团战的胜利 但是没有能够把握好 同时在同样的位置 Scott再次被开的时候 他这一波再闪现推 就没有能够推到人嘛 而且我们看到 徐斌是离得非常的远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碰到他 前排的这个 警察跟保安在挡伤害 一枪一个 过于恐怖 那这一局 我们看一下选手的人气势力榜 蓝色方Scott拿到了 最高的57.6% 红色方的话是徐斌 拿到最高的58.1% 整体来说还是挺军事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场 确实Dominus打得还挺不错的嘛 我们的本场粉丝贡献 前三位来到小鹏 杰杰还有Mako 感谢大家的支持 怎么说呢 EDG的话 确实喜欢打架是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要 要克制一点 对 因为EDG他们的一写率 刚刚我们在赛前的时候有看过 是达到78.6% 也是排在这个联赛的第二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其实在前期挺喜欢找机会的 但是很可惜嘛 今天没能发挥出来呢 我们也是看到 本场的MVP给到的徐斌 13-1-4的KDA 参团率是70.8% 这一场伤害战比在红色方式 占到了34.8% 超过了三分之一 但是伤害转化率其实是不高的 因为他打的伤害和Scott的相比是差了一段的吧 百分之118.2% 对位经济吗 倒数第二号 对的 对位经济差有5000多 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嘛 他吃了好多的资源 就前面还挺顺的 其实就是 人头太多了 一开始让他收下 河道让他收下那一颗头 开始我们不是说了吗 就这两把 阿菲流斯在前期的一个发育都太顺了 是的 第一局的话可能 因为CV比较多吧 并没有特别的去依赖他 但是这一局的话 确实是比较依赖他的 整个阵容里面最大的输出点就是阿菲流斯 而且上路选到这个熊之后 其实打的效果也挺好 对 首先他对线上奥恩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十足的一个压制力 不管是在兵线上面 还是说在这个血量的压制上面 都还挺不错的 其次就是团战当中没有人可以去处理 即使说有这种大前排速度很快的 这个沙皇也发现有点戳不太动了 而且对于Dominus来说 他们在上一个BO3的时候 大家还在问你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首胜 这个首胜指的是小场的胜利 但是打到这个BO3 他们已经2比0取胜了 相信选手们一定是受到了 那个小局的鼓舞 我昨天记得看范唐的时候 他们有讨论到 是觉得Dominus能够先拿下首胜 还是Tobo能先拿下自己的手办 那看来今天这个结果 已经出来了 我们再次恭喜Dominus 那这边我们的赛后采访 已经准备就位了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给采访席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那首先我们要恭喜Dominus 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局的嘉宾 是Dominus ADC选手徐斌 欢迎徐斌 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DMO的ADC徐斌 欢迎徐斌 那今天Dominus 也是拿下了这个赛季的首胜 我们先来请徐斌来分享一下 他此时此刻内心的一个心情和感受 因为是首胜吧 就我们队里的人也都挺开心的 自己跟队伍的队员都非常的开心 的确今天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 是一件可惜可合的事情 那在今天比赛的赛前 有没有想到过今天会2比0击败EDC 没有吧 一开始也觉得挺难打的 赛前其实没有会想到有这样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两局比赛 整个队伍打得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比赛当中 今天其实在第一局的时候 在中期EDC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并且是退掉了你们 一度退掉你们中路的高地 那在中期队伍有劣势的情况之下 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去沟通和应对的 就当时觉得被迫了一路高地 我们有沙皇和厄菲流斯 可以继续往后拖 就一直在等对面给我们机会 还是要抓机会 而且要等自己阵容的一个强势期 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局比赛 今天的第二局比赛 你们是在后两选 选出了狗熊加上时光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今天第二局比赛的BP 是怎么去考虑做这样的一个阵容上的选择的 就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他们选了沙皇 我们中单直接就是说应时光 看到对面选了沙皇 然后中单 的确时光也是这个推拉非常擅长的这个英雄 那其实今天我们两局比赛 徐斌的厄菲流斯发挥都非常非常的亮眼 你自己怎么评价自己今天厄菲流斯的一个表现 就感觉自己今天状态还可以 状态还可以 那如果让你给自己今天厄菲流斯的表现 打一个分数的话 满分一百分 会给自己打多少分 就八十九十分吧 八十九十分啊 也是一个还有上升空间的一个分数 也非常的谦虚 那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局比赛 你们在下路都是选择了厄菲流斯加锤士这样一个组合 这也是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一个下路组合 我很想问一下徐斌 如果我们在RUNK当中 遇到厄菲流斯加锤士这样非常强势的下路组合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对的方法 就感觉女枪和韩冰都还行吧 女枪和韩冰 那RUNK当中遇到这样的下路组合也可以去试试啊 用女枪和韩冰看看会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 那徐斌其实和车利子都是在这个赛季 前不久刚刚加入到队伍当中的新队员 那你现在觉得整个队伍的磨合怎么样了 就现在的磨合肯定要比之前好了吗 因为刚磨合不久 比之前要好 大概现在磨合程度能够到百分之多少 这个我心里也没有感觉到磨合到多少 就应该会越来越好吧 会越来越好的确 新队员刚加入队伍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适应 和磨合的这个时间 那最后一个问题 在整个队伍可能状态有的时候不是很稳定 成绩不是很好的时候 队伍当中最能活跃和调动大家气氛 是哪一位选手 就我们中单吧 中单 那他平常是怎么去调动和活跃大家的气氛的 就平常说一些什么骚话 或者让我们就是开心的话 中单是最会说骚话的 可见我们的推辣也是队伍当中的一个开心果 那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Dominus拿下来 今天比赛的胜利 也感谢徐斌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稍微休息精彩比赛马上回来 中eman com 谢谢大家